我们在第18轮为您直播了北京新鱼在主场迎战新疆广惠汽车的比赛 晚间我们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在同轮的另外一场竞赛比赛 这场比赛是由周江广沙控股在主场迎战辽宁耀都本期 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是双方第二循环的第一场球 在开季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梁军队是主场105比101战胜的广沙 这是在一个循环之后 两支球队的第二次交通 而两支球队广沙这边的变化应该不大 因为他们的除了外援大外援佩特罗 现在换成了克里斯·约翰逊之外 其他其实位置上没有变化 而梁军队已经是进行了巨大的变化 不但主角量吴庆龙变成了现在的郭尔祥指导 而且他们的内线外援已经换了两个 这两支球队再次碰见 再次见面呢 也是看出在联赛当中经历一个循环之后 球队在不断变化当中呢 再次碰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比赛场面 开场这边的广沙打的节奏比较快 造成了达兄弟篮下的一个犯规 今天的新发展是小外援吉布森 在外线是赵大鹏 今天是打一个双后卫 内线有王征 另外在封线上应该是先发了苏若鱼 大家可以看到李春江之党 突击不同的对手 他在先发这种变化呢 还是比较大 就是很有针对性 今天在小前方的位置上 仍然是由林志杰来冲到 两队这边是杨明 传给韩德军 这是非常默契的一队内外线的组合 杨精是先发是杨明核心后卫 在内线是李小旭和韩德军 得分后卫呢 是外援杜密克琼斯 最后杜小旭积极的拼抢一个前场篮板 梁京队也是在变化当中 换帅换外援 这些都不太利于球队的稳定性 所以球队呢也是经历了 在联赛开局阶段有一个四连半 这是最困难的时候 但是现在呢 换了外援 球队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逐渐稳住了态势 上场他们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球队逐渐回到了联盟的前八 今天在先发的阵容当中 三号位是贺天举 然后呢要连续打三个客场 广沙是他们的第一个对手 而且大家知道 李春江指导虽然 常年在南方指教 而且在东莞是待了十几年 但是实际上他呢 也是辽宁籍的教练 两阵球队有很多的千丝万女的联系 上场辽宁是大胜八一 这样回到了联赛的前八的位置 球队逐渐找到了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场双方的防守强度还是比较大 可天局这球被封住 就是打到四足度外线 分分没有球进 广沙呢 开场的是三个外线都可以持球突破 或者是推进球 赵大鹏林志杰还有吉布森 也就是想加强场上的这种攻防的速率 在节奏上能够不输给梁静队 另外有更多的人能够持球 能够处理球 这是防挡挡拆 韩特军已经扩到了三分线外 就是打到内线王正这个球呢 抛头没有投键 弹米克琼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节奏型的外援 他的射程也非常远 另外他的进攻节奏的变化 包括在对抗当中完成技术的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 两个开局打得不错 五投三中六比二领先 往上呢 现在除了伐篮在运动战当中还没有得分 他现在整个的点呢 进攻的不是很明确 这是一个扩大的延误 这边韩特军呢 是扩出来这个扩大的延误是对的 但是没有控制住脚下的重心 是犯规了 贝尔强也是一个比较讲述防守体系 防守要求的一个教练 他在之前一直带着梁宁青年队 可能也是更看重这一点的 梁宁队才重新把他召回到帅位上 这球反跑非常漂亮 反弹下有韩特军 韩特军的移动性 要比王中要更加出色一些 两个人的体重和对抗 应该是失军力敌 但是在脚下移动性上 韩特军应该更快 林志杰出控位的机会 三门球命中 给球林志杰打得非常的果断 广赛是在主场输改了广东东东银行 那也是一场大败 林杰整场比赛没有运动战得分 广东队对他的防守也做到了极致 然后之后他们主场是大胜了活身 通过这场比赛相信林志杰作为一个国内 主要的一个封线攻击点 他应该知道在CBA这种比赛当中 最高级别的防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也能够更好的在场上阅读对方的防守 在进攻呢给球队更多的帮助 今天开场的林志杰外线手感呢 很快的打开 这球也还是杨明在防吉普森的时候犯规 在吉普森身上开场 梁静队已经有三个犯规了 很快打到四分钟 梁静队已经五个犯规了这一戒 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进 但是苏若鱼确实是非常年轻 也很能跳 他正好对上林小旭 林志杰又是吉林跳投没有投进 开场广沙的命中率不高 但是梁静队的犯规太多 这个球大对角的转移 杨明的突破造成了苏若鱼的犯规 苏若鱼也参加过全明星赛的靠岸大赛 也是在四号位上 他的运动天赋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小将 广沙上孙河南 也要加强外线的攻击 孙河南和张美是广沙比较稳定的两个外线的攻击点 现在主要的进攻压力全集中在吉普森一个人身上 所以要加一个外线的攻击点 梁静队对吉普森这点是严防死守 但是已经六个犯规了这一截 而大部分都是犯在吉普森一个身上 这球确实是有犯规的动作 现在每个犯规都要发完 第一截才打了五分钟不到 蓝队的后台 横东军好像受伤了 横东军是刚刚的商与归队 他的复苏对球队来讲帮助非常大 他的手肘以前有骨折比较严重的伤病 刚才这一下好像又伤了 吉普森开场只有两分 但是他对梁静队产生了巨大的杀伤 梁静队在他身上已经犯了很多的这种犯规 现在每一个犯规广煞都要发篮 所以他们应该打得更加的有目的性 尽可能要杀伤内线 把球打到内线去 这球利用掩护 一个定位掩护 琼斯接球 往上的防守强度也得加强 在外边给球的压力非常大 何天女 匆忙当中三分球出手 往上还是要突破 吉普森还是往里杀 这球很显示个人能力 在失重的情况下 空中单手是把球拖进了篮筐 再转到正面 还是何天女 没有 开局命中里还行 但这段时间命中里有点下降 广煞打得更聪明一些 还是应该把球往内线扣 或者加上外线突破 尽可能上罚球线 这是赵大鹏 好球 赵大鹏是一个非常好的外线球员 能够打一也能打二 有很好的持球攻的能力 另外呢 他外线 因为他有一定高度 他就要三分 从上打成十二平 虽然比分打平 但是呢 较能队被杀伤的更加厉害 因为韩东军受伤了 另外一个他们犯规太多 这边有吉普森的三分球没有投进 这段时间两边的转换速度也在加快 对比克琼斯 而能节奏和不断的变速假动作 打到内线 赵大鹏防琼斯呢 也是比较吃力 这些外援 他们的这个脚下变速的能力确实快 而且起步的第一步的幅度大 速率快 确实很难防 两边就开场三分球是五投临走 两边应该是联赛当中 传统来讲 他们是比较 讲究三分球和外线进攻的一个球队 但今天开场外线 颗粒无收 又是赵大鹏 今天开局 利用林志杰和吉普森的牵扯 吸引更多的夹击 然后他控位的三分球命中 广杀已经把比分反超 而且领先的五分 梁明也是不断的变速突破遭犯规 韩东军的突然的受伤 对于整个梁明的体系是有一些影响 因为一个球队在比赛的赛季当中来换帅 一般是没有训练的时间 教练可以把更多的理念荣誉给球队 更多的是要靠比赛 在实战当中去灌输这种思想 解决问题 所以呢 这样的球队的教练跟在场上跟队员沟通的就更多一些 好球 得救杨明突破分球到内线 好 这边是连军队换了新万元哈吉姆·瓦里克 相信很多熟悉NBA的观众们 当然熟悉CBA的观众们应该非常的了解 也是当年NBA当中的元猛将 通常都是 连军队是换了一个配备 好球 这球打得非常聪明 这是 刚才应该是有杨明 对不起 这是应该是赵继伟 镜头来对着的杨明 也是 新赛季从二队上来的小将 节奏上的变化 非常漂亮的投的一个空位 瓦里克 中高2.08 确实是在篮下能够 斜防一片 刚才也是一个盖帽 但是现在瓦里克好像比我们熟悉的 他的NBA打球的时候 好像更瘦了一些 消瘦了一些 往上这边上张伟 老将张伟 换下苏若鱼 苏若鱼主要是李春江之 用他来对李小旭 也是年轻 脚下快 有活力 能跳能抢 正好可以把李小旭的 特点对上 就是这个非常有针对性 广沙又反击 2加1 吉普森确实有活力 很难有球队像广东东南银行 广广沙那样让吉普森整场比赛不能发挥 那场球我们做了全国转播 当时广沙的进攻 特别是吉普森在上半场 被陈江华 刘小宇 确实防得非常死 他一般的队很难做到持续性的在四阶比赛当中 无论是空手走位 还是在一对一的时候 能够给吉普森那么大压力 吉普森第一阶已经12分了 而且他已经造了 最少 辽宁队第一阶有六个犯规 就因为他一个人 往下罚中之后 一个全场的二二一的全场的扩大防守 辽宁队现在要把内线优势发挥出来 韩德军又重新回来 而且内线还有瓦里克 这两个人就是上一场辽宁队大胜八一的关键因素 一个有吨位有身高 另外一个能爆 这个配备确实让八一队非常内线 非常吃紧 今天开场赵大鹏打得非常好 今天是承担一个二号位的作用 就是吉普森追身的三分球 没有投进 这是张敏鹏上场之后不进 往上合在首预的联防 领路角出空位 何天俊是一个非常准的投手 也是辽宁队在开季的时候 能够在排名上 在前四名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广沙打得非常聪明 他们在第一阶开一场 应该不到五分钟四分多钟 就已经造了 南京队全队五次犯规 所以他们在整场第一阶的比赛当中 都是更多的往内线杀 教练的指导思想也非常明确 没有机会还可以杀伤 可以罚篮 韩德军的右臂 还是有 肘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护锯 这个肘关节骨折 上个赛季也是因为受伤的 影响到辽宁队的战绩 林志杰重新回来 把赵大鹏换下去 广沙的连车轮转非常快 要保持场上的体能 因为这场球广沙也是要从防守做起 但是这个两个连续的防守对 赫天矩这边呢 都是漏空了 赫天矩开场两季三分不中 之后呢是两投两中 把外线林志杰 马里克确实是能跳 在篮下呢能够很大的这个防守面积 这球赫天局想打一个巧的 但是失去了投担节奏 被吉普森追身打了一个反击 吉普森单接15分 今天辽宁队吉普森这一点防守 没有针对性的布置 没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如果这样的话 让广沙就打得非常舒服 又是端球之后的反击 吉普森急停跳投 吉普森已经完全打开了火力 单阶第一阶17分6中9 对不起9中6 顾尔强知道这边要 边一边防守了 小江赵季伟上了之后 助攻还可以 进攻段还行 但是防守上确实防不了吉普森 犯了很多相对可能比较低级的错误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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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接一条名手 适应主队财到2岛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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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赛季是韩德军进步最快速的一个赛季 作为他这个身高和体重 他在防守端 在防挡拆的时候 他不太像一般大中锋 他出不来 韩德军能够扩到外线 而在进攻当中 他往往快攻的时候 能够第一个快下 显示出非常好的这种移动性 灵活性 但是在上台受伤 有点中断了他的上升式 第一阶的最后一攻 吉布森 用养护穿墙而过 打给底脚的林志杰 再传 就是说打得很耐心 机会也打 坐在这儿没有投进 第一阶广煞是暂时领先 30比25领先5分 光光在数据上 应该是比较接近一个 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胜利 狼牌特区 保护为了更好的表现 美国速败 CBA联赛官方汽车润滑油 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赛事转播 由李宁特约播出 保护为了更好的表现 美国速败 CBA联赛官方汽车润滑油 篮球场上 一块破千军 每个人都想让对手 只能看见背影 装备TP9 配有匹克 踢度加速科技 随意穿越 对手防线 用速度 掌控球场 现在 拿起篮球 装备TP9 用速度 征战球场 TP9 就是速度 分别官方市场 合作伙伴 匹克 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 供应商 律名制药 保护为了更好的表现 美国速败 CBA联赛官方汽车润滑油 拍动作戏 一出汗 头发就很油 男时专用 新海菲斯 尽爽控油 有效取卸 深层取油 拒绝投卸 投油烦恼 分秒专注 切线实力派 当然海菲斯 保护为了更好的表现 美国速败 CBA联赛官方 汽车润滑油 篮球场上 一块破千军 每个人都想让对手 只能看见背影 装备TP9 配有匹克 踢度加速科技 随意穿越 对手防线 用速度 掌控球场 现在拿起篮球 双倍TP9 入速度 征战球场 TP9就是速度 分别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匹克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比赛 在这比赛一开始呢 广煞仍然是在进攻上显得成功力更高一些 和天举确实当他健康的时候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确实在进攻上真的是很有天赋 和天举的身高和他的这个柔和的手感 很多国内教练人说和天举真的是有一双非常柔和的手 球感都一般大个很难具备 外线很有准 但是今天呢 辽宁就是防不住吉布森 这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因为在防守端呢 任何教练都要去解决主要矛盾 我先要抓这个最难防的 如果你这一点做不好 你确实很难应求 当然这一点呢 更多的还是要像延赛的巨无霸 广东东外银行学习 当时他们客场打广煞的时候 确实防的就非常到位 但一般的确实也很难做到 因为缺少这个配备 现在是扎对方的失误打反击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没有形成得风 林志杰不错 在打广东的时候 林志杰就有一个在底线凸进去 隔着一键连的一个批扣 当时是被盖了 这个球呢 是想隔着韩德军来一击批扣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辽宁的犯规呢 确实很多 这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林志杰今天开场的命中率也不高 六中一 双方还是五分球的差距 调内线韩德军 哎呦 韩德军自己呢也是有三个犯规了 而且他这个手手骨折呢正好是投篮手 这个对一个球员来讲的是比较麻烦 还是确实很难限制吉普森 梁公盆应该是上了11号刘志权 专门一个防守兼兵 专门去盯吉普森 到那线张永鹏 比韩德军盖下了 无数的反击 又吹了张伟的犯规 张伟已经连着第二节替补上场连着两个犯规了 这一球上面没问题 脚下可能是半了对方一下 这一步 later 对方 玩具 course 高 一種 946韩带军的挡拆掩护 上到内线 把他球打到丁度角 今天外线三分球除了 客天举还比较准之外 其他人命中率很低 这边是打得很乱 推了琼斯一个走步 错打错出 一通乱战 再看这球 韩带军去中锋抢断 这个球 严格意义上来讲 确实是走步 先走后运 但是动作应该 确实是挺连贯 反正就连续失误 客队打客场 就怕持续失误 失误对方就容易打反击 往下是夹击 群思 客船举出机会 没有投进 这球应该是自己滑倒 在两军队防守这端的篮下 地板可能有一些滑 要处理一下 我们要换人了 这边是把广沙把 老将张伟拿上来 把大半员 克里斯丘安雪拿上去 也让小半员 吉普森休息一会 吉普森看来现在是 辽宁队最难解决的一个点 但是也不能让他打满全场 也能让他休息一会 克里斯丘安雪 如果今天能对上瓦里克 将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队位 两个联盟当中 在NBA来讲 因为当瓦里克是 克里斯丘安雪 应该比他大几岁 应该是他的前辈 但是两人特点很相近 都是身高 应该在2米10左右 四肢修长 能飞能跳 主中竞争能力相对弱一些 两人特点非常接近 两人双方都是快速防反 节奏打得非常快 往下的防守还是非常有针对性 刘志轩突进去 实际上他是有机会助攻给韩德军的 如果这球突破的是杨明 可能就形成一个杀伤 这就是说真正的核心后卫 跟其他位置上拟担的差别 就是大局关 就是杨明克冲刺 用这个弥宗布 速率不快 感受假工作 往下快速反击 对方打劲了 就是追身打一个反击 我们现在只差一分 这一截梁冲队还是纠合在四分 杨明克和韩德军的配合 就是非常默契 两人在梁冲队这么多年 是关系非常好 两个人彼此之间也非常熟悉 梁冲队把比分反超 郁韩逊好球 黄冲韩逊呢 实际上你就不能让他第一步 能够腾起来 当年我记得 就像没那么很多这种扣将 就是防他们的这种垂直进攻的时候 都是不能给第一步的空间 就是像哈吉姆瓦里克 现在代表梁冲队打球 包括克里斯元逊这儿的球员 就是防这样的队员 你不能让他第一步有这个空间 他的创造力呢 就会明显的受到限制 往上外线还是不开 有没有两个胯下运球 一个变速 再突破走反规 杨明今天是四分三个篮板 一个助攻 今天被看得也比较严 今天李伦江知道 是深深的知道自己的原来在辽宁 队的这几个小将的特点 所以他用苏洛鱼开场队一小区 然后用赵大鹏 也是有一定高度和速度去防阳明 还是从防守做起 确实是效果非常好 那现在呢 广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 特别是吉布森不在的时候 谁去得分 这是一个关键 克尔斯区安逊呢 他的战略上的意义呢 防守要明显强于进攻 现在呢 广杀是没人得分 往往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主打林志杰 但林志杰 确实最近几场球的效率不高 广杀上了小江王子瑞 下了刘志杰 刘志杰在场上打的这一段时间 效果还是不错 比小江招继伟的防 最心目的防守端 能够放回座 球还是打篮下 张伟很有经验 一个掩护之后空接到篮下 这一段时间 是怎样的 怎么可能 张伟是这支广杀队最有经验的球员 在前进的赛季呢 广杀有王伯和张伟 两个老将助阵啊 但是王伯这个赛季已经变成了广杀的助教 所以场上应该是实战经验最丰富的就是张伟 张伟方琼斯大方小非常漂亮 一直是缠着琼斯啊 这都是这种缠斗式的防守技术 王沙的小向王子瑞上了一个15 王沙这几年呢 因为在选择外援上 可能更倾向于外线一号位的这个选择 特别这个赛季 有吉布森在呢 对于几个外内 就是国内球员 特别像王子瑞这儿的 应援的发挥空间 就会受到挤压 上场时间很零碎 刚才上场打了两个回合 没有进入比赛状态 立刻被换下去 王沙这边又上了张韩军 张韩军是一个外线的防守的一个尖兵 防守能力非常出色 大家知道上赛季在主场防马布里的时候 也是防得非常硬 两个之间呢 还有一些火花 这球应该是两分无效 看看是怎么判 还是应该是吹了广沙犯规 这局员讯确实在篮下有非常好的立体的这种风感的这种能力 它控制面积非常大 整个的黄紫三秒区它都能够控制住 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 但是它进攻关呢 你指望它主动去篮下得分 主动进攻 它就确实是不容易 这球呢吹了辽宁队防守反规 主动进攻 主动进攻 来 等拆 打个发跃线 专永鹏 这一球专永鹏打得很聪明 他看到约翰逊在篮下 这球只要能够出手 约翰逊的篮下确实就能够得到二次晶的机会 这就近乎是一个借篮板的空中接力 两边的第一节或者一节半的时候 攻防截斗都非常快 突然在第二节的后半段 把速度都降下来 打这种非常逞幻的半场真地 这也跟没有吉普森在场上很大的关系 吉普森一上场 他不但把自己队伍的节奏带快 也把辽宁队的攻防节奏带乱 辽宁队整场都在跟着吉普森的节奏跑 但是一旦把他坏下去之后 两边进入尘缓的真地进攻 辽宁队的优势慢慢的体现出来了 所以今天这场球实际上关键点 广煞就是吉普森要发挥 而梁京队就是要防对双的这个外援 这就是这场比赛收场最关键的取胜的要素 好 长平突破还是造杀伤 对 长平突破 特别杀了 大军 大军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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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字有点问题 张恒群身高应该没有2米08 2米08的是张总鹏 李小旭 这球呢李小旭突破去串篮那一下 确实是很有创造力 本来下来连名字没有意识到 没有做好接球的准备 最后一分钟 还有张伟确实有这种百步穿洋的能力 用了两个定位掩护溜到底角 张索明总 在打广东的那场比赛当中 全队没有这个得分点的时候 张伟是临危受命 上去连中四个三分 还要稳住了一些局势 这球呢吹了张涵群犯规 张涵群确实是一个非常凶悍的 一个外线防守队员 他这个打球的风格非常强硬 专防对方外线最主要的一个攻击点 往上应该还会给梁京队留下一次进攻的机会 这球能被熊丝行动强断 这在林志杰有点凉球 这球应该是 看看怎么判 这米克熊丝在跟林志杰争夺当中的可能是被摔了一下 这球是被摔掉了一下膝盖 应该没有大碍 而林志杰争夺的前场球 想偷一个篮下 这球传到了韩德军的西关节的位置 没法接 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 六秒 五秒 四秒 琼斯跑投 没有投进 等下半场比赛结束 杨宁队在课场是48比47领先一分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运动游腻 勇闯天涯 喜花 喜花 勇闯天涯 保护为了更好的表现 美国苏巴CBA联赛官方汽车润滑游 篮球场上一块破千军 每个人都想让对手只能看见背影 中北TP9 配有匹克梯度加速科技 随意穿越对手防线 用速度掌控球场 现在拿起篮球 充备TP9 用速度征战球场 TP9就是速度 跟别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匹克 中国男子篮球联赛供应商 去医治疗 保护为了更好的表现 美国苏巴CBA联赛官方汽车润滑游 拍动作戏 一出汗 头发就很油 男时专用 新海菲斯尽爽控油 有效取卸 深层取油 拒绝投卸 投油烦恼 分秒专注 切卸实力派 当然海菲斯 保护为了更好的表现 美国苏巴CBA联赛官方汽车润滑游 超级热 大约 DUA 什么事 这 嘿,你也可以做的,只是自己的路 哇,DUA,什麼事? 嘿,你也可以做的,只是自己的路 李寧 精英在場欄目由《狼牌特區》獨家冠名播出 讓勇敢充滿自己 為前行 為明天 為勝利 《狼牌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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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安全、健康、舒適 給它最大的守護 沃爾沃全新S60L 守護夢想前行 拍動作戲 一出汗 頭髮就很油 男时专用 新海菲斯尽爽控油 有效去泄 深层去油 拒绝投泄 投油烦恼 分秒赞助 切线实力派 当然海菲斯 动力更强 油耗更低 福特一虎的强大内心 满足探索自然的欲望 福特 静无直径 风雪是你的攻击 运动是我的武器 快要寒冷的战役 这好调已经吹齐 看望运生生的方式 去颠覆寒冷的统治 不好意思 动争开始 Yaris L致炫 12月24日炫亮上市 广汽Toyota 1933年至今 百威克莱茨戴尔玛 始终运送百威啤酒 他们将无数冰爽的百威啤酒 送到美国的各个酒吧 更载着百威啤酒 见证众多历史性的欢庆时刻 共相为一份成就和激情 身为全球欢庆使者 百威克莱茨戴尔玛 依然昂首迈进 在农历马年到来之时 将祝福与百威啤酒 带来中国 祝您新年 马到成功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跟您转播 CB联赛成为赛第18轮 由浙江广沙扣孔 在主场竞战辽宁 要都本系的双方第三节 双方在下半场一上来 两边的阵容 应该都是双万元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 KC1阵队 哈吉姆瓦里克 两个所谓鸡肉人 弹簧人的对决了 上的两个人就是一次面对面的对冲 孔赛一个双臂的封盖 直接把球打出了底线 广沙的最大的杀手键 对辽宁就应该是 基姆孙类的 没有哪个防守别人能够控制 所以下半场呢 主要是双方在这一点的攻防上 看看哪边更占优势 应该是基姆孔 牵扯两个阶段的防守 把球打给张伟 张伟图中三分 张伟今天上来之后 效率仍然非常高 哎呦哇 巴里克来攻 好球 巴里克这球利用一个假动作 急停跳投 巴里克今年31岁 身高也是有将近2米08 在NBA多支球队效力过 当时应该打的最 大家记忆最深刻 应该是在孟非斯灰熊队 全身下场军数据 9.3分4个板 他上一场呢 是首秀 迎战81队 虽然全场比赛 他跟队友不是很熟悉 也有65 但是他拿下20分10个篮板 这队球队的帮助还是非常大 辽宁队本赛季呢 在大卫的位置上 首先是选了上个赛季 在青岛跟迈迪一块打的 丹尼尔斯 但是丹尼尔斯的球风 跟辽宁队并不配合 而且他是那种假内线 就是把你要拉出了 头三分那种队员 本身辽宁队外线呢 他就有很多的这种 类型的国内球员 所以是太重叠 之后呢 换了麦克林 麦克林呢 打了七场 但是麦克林的 个人攻击能力在内线 就是一半 一场球数十二三分 跟其他球队的大外援呢 差距比较大 所以呢是用了第二次换的名额 换来了麦克 而且呢 在四天败期间呢 也是换了教练 辽宁队把能干的主动 变化的这些手段呢 都是用到了一个满额 所以原赛呢 第二平环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往下这边是要上王征了 这两个队很有意思 王征呢 能对上韩德军 然后瓦里克对上约翰逊 将下的本机 又是令狼军队的失误 这狼军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将张伟真的起到了这种 定海深针的作用 杨宁队外线又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三分球出手 杨宁这个球打得有点太着急了 防守的时候 瓦里克是对约翰逊犯规 篮板球是27对23 浙江广煞应该还是占优 这样是王征对上韩德军 克里斯元逊对上哈吉姆 瓦里克 这比赛很有意思 两边在内线 真的是能够比较完美队位 这在联赛当中是不多见 我们给琼斯 强攻篮下2加1 这球又是防琼斯的人 吉普森的防守出现了问题 他防上线是没错的 但是在下线斜防的人一定要有一个默契 而且他给琼斯的空间太大 广煞要想更进一步 从联赛前8的队成为联赛最好的球队 他们虽然请来了名速李春江之道 但是对球队的打磨不是说一两个月或者一个赛季就能成型的 防守是关键 广东东门银行在拿这个八冠王的时候 他们是防守立顿 没有很强大的整体的防守的系统 是很难最后成为冠军的 我们的防守呢 不单是每个人的三兵防守能力 还有强调运转的防守习惯和防守意识 今天有好多这种反击莫名其妙的出现失误 而且呢 就是反击被对方反打 就本人是前掌三打一四打一 这是优势没打进 然后对方一个反断回来 那你的后场只剩反断军一个人的 所以这种球已经打了好几个了 里外里这边中间最少有六七分的差距 现在感觉被进攻打得比较热 大家扎堆啊 彼此之间没有很好的辜影 就是杨明的断球 我们从此强攻篮下 两边呢 在每节的总有那么两三分钟 是打得非常混乱 打的是人仰马分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掩护 坐篮下又通通接力 再上马里克 所以两个人的主动攻击能力都偏弱 但是相对而言的 哈尼姆瓦里克的运球 运动进攻能力 就是持球功能能力 还是更强一些 但是呢 更多的得通方式 最后中间的也是要靠扣篮 又是球在巴里克手里 这球没有硬打 造吉普森犯规 是球技能力 杨冰这个球呢打的是非常激进 又擅长他擅长的抛头得到两分 就是把比分分超 林志杰在这段时间林志杰的攻击效率 确实是下降的比较明显 我觉得他可能是跟比赛过多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这个夏天啊 打了这么多的比较紧赛啊 各种比赛 林志杰在拼到12月底的时候 这一年确实是在经历上和体力上是很难跟得住 这可能也是跟比赛过多有关系 只要场上有吉普森 两边的攻防速度就非常快 大家看到这球呢 吉普森完全没等队友的跟上 一个人打三个就打了 吉普森第一阶就拿了17分 但是从第一阶到现在呢 只拿了10分 张星队呢 他下半场也是逐渐对他的防守呢 开始加强 就是在防他接球 而且呢一拿球一般都是两人夹击 克里斯玉汉血 给篮下 好球 这球带没有强打 把球给王仲 让他已经领先5分 这是今天比赛 王仲的第一次多分 我还掉到第一位 还是韩天军 最后一打一 进攻犯队 反正说的两边呢 都有很完美的队位 凡德军对王仲 都能队上 能防住 凡德军的犯规 应该是犯马了 凡德军很早就三个犯规了 这样呢 应该是六犯离场 这样在内线 凡德军队就比较吃紧了 看这个球呢 城市的断球 开始反击 但是今天 杨津铁有很多这种球啊 确实是 上门都刷框而出 或者是被篮框给盖 确实也比较遗憾 都是有点运气的成分 林志杰呢 就是确实比较年底 我有点疲惫啊 应该让他更多的去调整一下 凡德这么打下去呢 运转也容易受伤 一个赛季打下来 而且林志杰在广上呢 是干了全能战士 应该干的所有的任务 防守 进攻 组织得分 夏天呢 是跟着中华台北队 打了亚锦赛 而且大家知道 一直打到了四强 这每一场比赛 基本打满 从陈欣安手里 接过中华台北队 核心的这个大棋之后 林志杰就是没休息 然后呢 又跟着中华台北队一起 去天津打的东亚运动会 你想想这有多少比赛 而是基本上常常打满 然后回来 跟广沙一起计前赛 然后打 联赛 就已延下来全年无休 所以 手感下降 攻击效率下降呢 也是很正常 但是广沙呢 确实是离不开林志杰 这是 他们 在 在内外线衔接上的一个轴 一个大轴 对米克琼斯呢 也是一个很稳的后卫 在小牛队打过球的队员 尤其是外线 一般都不会瞎打 就是因为 大家说小牛队是一个老派球队 卡莱尔呢 在常年 完颜选择 球员选择和打法上都是很高兴的一个平衡 所以 那个队伍受了薰操的球员 一般都不会 就是打得太个人 刚才 说话间 转瞬间呢 林志杰追身的一个三分 也是今天打的最出色的一次技术 瓦里克三分九 这个距离呢 在NBA是一个长两分 就是在6米75这个位置 应该是在NBA三分线里边的一步 周大鹏呢 今天体能透支 他的防守压力非常大 防琼斯 主要是他来施责 梁静队也是上刘志权 还是要在防守上 要限制吉普森 但是这个球呢 也用防住 吉普森29分了 第一节17分 第二节打了半截 没得分 第三节呢 前半截也没得分 然后之后呢 是连着12分 全部都成四 再是利用节奏 连续交叉步 转身 这球打得有点 叛勉强 李小旭运球 激动跳投 这球 对不起 这是和天女 对不起 也是大哥运球啊 去运球行进间 激动跳投 这个防守是高不了位了 克里斯约翰逊 在瓦里克的头上摘掉篮板 克里斯约翰逊应该比瓦里克 应该最少要年轻 四到五岁 全爬少壮 两个人都很能跳 但是年轻一些的 咱目前更能跳 最后一攻 往下来控制由吉普森 腰四拉开 刘志轩来对位防守吉普森 这叫一个掩护 穿翘而过 也非常漂亮 让第三球比赛结束 广沙是领先的七分 北京现代携手 CCTV5为您带来顶级赛事转播 当追随成为唯一方向 你是否有勇气开创新时代 在所有人追逐目标时 停下来享受 Mistra 明途 明智 图远 北京现代 让你更出色 羽浪共舞 山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智 Malberry 幸福就是和朋友 伙伴 家人在一起 武林宏光S 在一起的幸福 全国两千家展厅欢迎您 喜利啤酒敞开新世界 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 心融得下所有 也放得下一切 家常版礼品作家 天籁公爵 长驱驾驾 东风日蝉 东风日蝉 好了 看看双方现在的球员对比得分 吉普森得了29分 那边球员 两边的双万元表现的差不多 最后一截 关键要素还是吉普森这一点 杨宁怎么黄 而广煞怎么让他的火力全开 这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就看这一截了 正面出现三分球的机会 李小旭呢 没有投进 李小旭这点应该是比较准的 前场篮板被抢回来 瓦里克投进 扣进 差五分 瓦里克如果能够在比赛当中 他有限的出场实践当中呢 能够保持20加10 或者是25加15这种数据 对较经队来讲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 韩德军是6判被罚下场 所以现在只能用李小旭去防王正 韩德军是一个节奏性的球员 在 NBA比赛当中 他是一个 虽然上场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有一段时间在小牛队打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瓦里克的伐篮呢 第一番没有伐中 现在差了四分 双方进入决战状态 又是张伟 进入到12月份啊 就是新年之前这个月确实是准 而且不丢基本上 今天是五中三 往下全队的三分球命中率 只有34%不高 但较经队更低 较经队只有赫天举投进了两个 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收获 我知道传统的较经队以前打进总决赛的时候 那时候郭志强带的这支队伍 当时是以准著称啊 外线有张庆鹏 边强 一众投手 王阳明也有很好的三分球的命中率 那现在呢 在外线的命中 准确度上确实是不如当年了 而梁志强的现在主要是欠缺一个风格 或者我们经常在MBA比赛当中的就是ID 就是你的身份证 就是这个队伍的特点是什么 可能这两个赛季呢 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是实际原来最主要的特点 伤手硬朗 然后进攻 整个的 在阵地进攻当中的 整体移动啊 非常频繁 而且呢 空位的命中率非常准 就防守很 进攻的是快准0 这个特点应该是达宁的特点 但是在 这两个赛季好像不是那么清晰 这对一个球队来讲是 伤害是比较大的 二一打一拉开 由吉普森去打刘志强 这个呢 确实是很难防 吉普森特别喜欢在这种节奏当中啊 他是这种 他有点像当年在广东东文银行打过球的 小白元 布克斯一样 小布委 手里必须有球 他运球去找这个投篮的点和节奏 所以呢 一定让他手里都有掌控的球权 林志杰追胜了三分 赛中 各家广沙的三分球全开 在这一节一上来 张伟一个吉普森一个 林志杰一个 一二分差到了十分 两军队交散停 现在回来还是要进攻 首先要进攻要得分 看看瓦里克 看看瓦里克 这是一个基础台暂停 基础代表跟主裁犯进行一个交流 反正军呢 应该还是没被发现 因为刚才在现场的数据呢 也没有清晰的给出来 应该最少也是五个犯规啊 留到最后再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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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平方节奏到了第四节确实是越来越慢 这是一个失误 梁静哥现在进攻遇到的问题 就是琼斯这点不开 其他点也没有什么贡献 还要给吉普森 又是击击秒头再重 这跟我们在整场比赛当中所强调的一样 就是怎么防吉普森 广煞相对而言就是怎么解放他 吉普森一个人拿了33分 这节广煞全场的命中率达到50% 能放在命中率上确实差的还是非常多 又是到24秒没有投进 而篮本球也是被黄沙强调 一次反击 所以隋煞迅有这个快攻的意识 他今天传了两个这种手 这球直接助攻给张伟 张伟也17分 分差到14分 两队现在是没有得分点 辽宁队还是要换刘志轩上来 现在辽宁队就是比较纠结 到底是解决进攻的问题 还是防守的问题 现在琼斯这边是攻不进 防守呢 他又防不住 在防守端又防不住吉普森 两边呢都比较背 干脆呢 波尔强指导是单外援 把琼斯拿下来 换上刘志轩 既然攻守两端都不行 那我就顾一边 就要防守 把刘志轩去死防吉普森 进攻呢 别的队员去分担 这也是看出这个焦点男 他在场上的这种应变 还是非常果断 王峥的中头 这球呢 刷框如初 再看追身 杨明也没有投进 确实是没有人得分啊 现在 投不进之后呢 拉一把 犯规 两个注重反击的机会了 阵地进攻打不开 看反击能不能下分 这前程二打一 结果没有形成得分 而让广沙队员都退回来了 杨明还是用他习惯的抛头打板 他现在呢 就是要防住 十分球的差距 反正那全场三分球命中率 降到了10%以下 21投2中 只有贺天举投进两个 剩下19次投弹 全丢了 还是贺天举 还是没有 21 22投9中 对不起 22投2中 这命中率太低了 在Best 满足 beautifully 王忠的掩护 吉普森突破 如果你底下轮转加击 我把球传给篮下的约翰逊 然后你可以扣 如果没有人上来轮转 自己上完或者抛头 这一下让姚宁的防守 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而且一直上王忠 他的身体的体积和快头 在掩护方面 也给吉普森很高的掩护的质量 这一场比赛 确实到了下面 突然失去了得分的办法 到现在值得81分 刘志全已经防得足够努力了 如影随形 一直缠着吉普森 就叫瓦里克 终于离跳投 没有 这不是瓦里克的特点 他也能攻一下 但是这不是他的常规的进攻的手段 还没有把瓦里克很好的跟全队捏合在一起 突然间一瞬间 给了吉普森的一个机会 投进 吉普森也是在欧洲联赛打了多年 在意大利联赛和欧国联赛都有很好的表现 这边又是没有投进 吉普森是意大利联赛的二号得分手 一号得分手是鲍布布朗 今天打四川客场 鲍布朗在加实的情况下 差点破了坤其杜比的75分的单场纪录 拿了74分 我看出这种外援 他的这个编分的能力是真的很强 这球瓦里克的篮下 一打一打 可以随便还是比较费劲 这叫爆靠 这样比赛 整个的势头完全是被广煞控制在手里 广煞的分叉是越来越开 今天梁京队外线确实是太差了 二是三桶二重 就是光外线三分线外投篮 二十一次不中 这二十一次呢 就很多是很远的篮板 就远端篮板 直接给了广煞反击的机会 最后的三分钟 广煞是领先十二分 广煞是排名第九 辽宁排名第七 但是两支球队实际上胜率一样 只不过是在互相互的之间的战绩当中 辽宁队因为是开机第一场 是主场战胜了广煞 所以他排在前面 这场比赛如果广煞 赢了辽宁 广煞就翻到了前八 所以应该是最少可以排在第七位 而且今天福建也是输的球 所以现在呢 在这个六到十二名这个区间的比赛一场 而且这种球队之间的交锋呢 一场当两场 实际上都是季国赛最潜在的争夺者 我将去赛头终于进了 二十四投三中 贺天矩投进三个三分 其他队友呢 所有出手都没有投进 两分半 还是差十一分的差距 广煞呢 可以每个回合打满24秒 这个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这个回合如果打进 而且比赛打进两分钟 辽宁队就基本上是很难有机会 扛这个防守 还是给王仲 托犯规 这样就很被动 阿里克还是瘦了一些 感觉他的身上的肌肉的这种比重 还有身形比他在恩别打球的时候还是瘦了一些 可以在对抗上呢 他比较被动 弹速上呢 也没有当时在恩别打球的时候那种非常快的速度 这是瓦里克的特点 幸亏篮下还有王仲 战俘是皮靠 瓦里克也当年参加过靠兰大赛的常人 NBA当中有两年的寇兰大赛都是大个去比 大家知道像哈吉姆瓦里克 鸟人克里桂德森 这种大个三号位四号位去参加的寇兰大赛 最经典的是德埃德护华德超人报客 最后两分钟 梁敬队反击 哎呀 今天很多这种球就是实际上是梁敬队反击多打少 当然打不中 而且没有很好的三线快攻的这种分散 然后对方呢一个防三个防下来 反过来打辽宁队就是多打少 而且韩德军在篮下一个人防三 防不了 这种球呢打了很多 这一球韩德军应该是犯马 还不错 韩德军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 梁敬队的整体人员配备还是不错的 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捏合 另外呢要在防守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现在这支队伍的防守可能起伏还是比较大 战略场比赛应该悬念就不是很大 而且呢吉普森今天是37分 11个助攻 8个篮板 差点打出超级大三桌 琼斯呢是这种体系球员啊 经常说的team player 他不是这种砍分的大杀器 所以对他的使用呢 应该是要符合球队的特点 但是当面对像吉普森这种 乔纳森吉普森这样的外援的时候 就是觉得可能我的外援呢 在攻击能力上是弱一些啊 这个这是没有办法 他要看你怎么用 又是吉普森 载动三分 确实是节奏极快啊 闪电速度 34分 33分 这场比赛 辽宁队就是没有防住吉普森 而且在小白猿的队位上 他们在得分能力上比较吃亏 一场球呢 在客场得80多分 90分 确实要想赢球是几乎是 没有机会 这场比赛 刚刚差了14分 达金队也无心恋战 把比赛时间打光 然后各有一次进攻机会 这就要出了 李金龙的一个犯规 最后时刻呢 李淳江之道 还是把自己的这个 爱子啊 换上了 让他有实战的一些经验的积累 放他一个三分 实际上是一个好机会 但是出手速度有点慢 被盖了 回来一个犯规 应该是全场比赛 大局一定 这场比赛呢 那广沙呢 是到了第一 徐宏黄第一场比赛 他们客场输给 梁京队的一剑之头 106比89 他们战胜了梁京队 南港看本轮对阵 本轮结束的比赛 福建是主场大屏输给的上海 四川和东莞马克波罗打了加日赛 最后呢 是东莞显胜 靠着包布朗身体的表现 比赛这主场输给了新疆 浙江广沙主场战胜了辽宁 山西是主场战胜了天津 精英赛场栏目 由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